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麼都賣掉了 不然就放空 我怎麼漲 小時候停了要250 高平每天在跌停 你後面有 你就硬要買它 一直漲的 你都去放空它 我沒辦法 預創 預創我跟你講說 它的本益比60幾倍 有人說 老師你不是叫我做空 我沒有叫你 我說我這種股票它是什麼 當紅 不然為什麼會60幾倍 你早去放空 跟我有什麼關係 沒有 就像現在有一些股票 每天跌停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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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問說 老師那要怎麼 我跌停板的能怎麼養 賣也賣不掉 能怎麼辦 今天股票漲了92點 有人股票 漲停板的去放空 跌停板的一直飽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假牛 這叫假牛嗎 台語叫假牛 不是這樣 不懂裝懂 一堆就是這樣 不然你要怎麼 大盤呢 最近嗎 人家說 股票也是不懂裝懂 完蛋了 政策也是一樣 現在炒個沸沸沸沸沸的 都在炸什麼 我猜說 兩台F戰鬥機要跑來台灣 F-18戰鬥機跑來台灣台南 破將 那要怎麼 什麼亞投行 什麼投 大投小投 什麼叫亞投行 一堆人 一堆250 什麼都不懂 那邊講一堆 亞投行其實很簡單 要參加不參加都沒關係 真的都沒關係 因為就算你參加也得不到好處 就這樣而已嘛 要不要參加有什麼關係 大家討論嘛 talking talking 什麼東西我就會認為 不管是政治 股票 什麼東西 你講開了就好 不要這樣 是以回事 你亞投行有什麼了不起 亞投行要主導國家到中國嘛 不是說亞航 有亞航嘛 有嘛 日本主 你看是日本主導 美國主導的還是什麼 現在中國大陸主導 誰主導的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對我們一不一樣 對我們一不一樣 我來說對台灣差不多啦 誰主導的都一樣 很簡單 我主導國的 我台灣如果要借錢給你馬來西亞好不好 好不好 假設好不好 好啦 假設要蓋高速公路啦 好不好 高鐵啦好不好 好啦假設嘛 人家蓋 招標廠商是誰 招標廠商是誰 當然是台灣的啦 當然是台灣的嘛 會找其他國家 不會嘛 所以主導的人好嘛 我們跟隨的好不好 不一定啦 聽不聽不聽不就聽不聽不就算啦 所以誰主導 都是主導國好嘛 其他的咧 看國力強不強啊 你如果不共的國家 你錢拿去 你如果探不到 很簡單啦 如果我是中國 我為什麼要主導亞投行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如果GDP上不來 如果假設我GDP上不來 然後我裡面有什麼鋼鐵工業 有什麼機械工業 有什麼點點點點 一大堆工業 要怎樣 你如果現階段馬來西亞 印尼或是其他國家 或是蘇聯 或是印度 沒關係啦 你們如果要參加 你們要貸款 來貸款 公共工程一次幾百億幾千億的 來通通用我們的 那當然我要主導啊 所以亞投行這個什麼 我告訴你 吵得不可開交 你不知道在玩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們現在很多 政治也好 把它搞得烏煙瘴氣的 搞到兩台F18 跑到台灣來 對不對 做到總統了嘛 你有時候想一想嘛 有時候talking talking不是不好啦 講一講不是不好啦 就像做股票一樣 很多人一直講說 做股票一定要大國者下流 才不會有紛爭嘛 為什麼亞投行美國反對 大國不下流嘛 那都是主要說的 不是我說的 大國者下流 你越大的國家 你越有德性的人 你是越有德性的所謂的 我們要說啦 我們要指所有德性的一個修養的人 你要越謙卑啊 就不會有紛爭啦 所以所謂大國者下流的意思 你如果有太用的人 你要如謙卑嘛 像股票市場 他一直賺一直賺 賺賺的 講東講新講東講新 講到最後 受傷的是誰 看電視的咧 不是你分析師咧 你說你以後不信用人我去參與 也是啦 否則人家 我在這邊一直講 如果鬼扯蛋 講來講來扯來扯去 對你有沒有幫助沒有嘛 所以 農主有的早就說過 農主也說過嘛 大國者下流嘛 台國要下流嘛 居於下流之處 比如大海的海一樣嘛 納百川的意思嘛 他一定居在位階 在最低下的時候才能成納百川嘛 大國者一樣嘛 聖賢者一樣嘛 你一定要謙卑嘛 所以如果你有夠謙卑 就不會搞出像兩台F-18 跑來台灣嘛 那要談一談有什麼了不起的 第二 你如果越能跟人家溝通 當然你的人氣就會越來越好 我也把老闆你一票 你剩下什麼做 就要幫忙拉票 要拉你一票呢 你會知道不知道 好啦好啦 那個是政治問題 我們不談 我們講股票的問題 股票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昨天已經跟各位講什麼 如果9541點這附近 這私下外資一定要連續在現貨市場 連續買兩天多 今天我還沒看 今天我還沒看 不過我認為應該是買超 好 那如果是買超 他要連續兩天 那大盤就會翻上來 如果只有一天 那你要小心 連續兩天 如果大家買超 整個行情可能就翻上來 就算還不上來 你請記錄民國100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0年從660幾開始 一路拉上來 你會發現說 每一次政策 如果在干測大盤的時候 它是什麼 小紅小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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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滿天星星 那這行情你就可以了 重點你都知道了 行情你也知道了 未來你也知道怎麼做了 那買哪一些 那不是說重貸的嗎 重點啊 老四伯子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又有利多 為什麼有利多 老四你今天說你都不叫我買 我沒有叫你買啊 我只是跟你講說 USB3.1包到現階段的什麼 人臉辨識 齁 人臉辨識是什麼 叫做雙鏡頭 攝像 雙攝像鏡頭 什麼 它是說深層的 什麼什麼結錄 影像結錄 是不是 叫做 你聽不懂 講到你都聽不懂 你如果生電動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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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打怪不 如果你有看那個體感遊戲 你有玩過體感遊戲 他有沒有攝像鏡頭照你 有沒有兩個 有沒有三個 叫3D 對不對 對啦 不然你怎麼辨識的 平面沒辦法辨識 一定要立體才能辨識人像 我們人的有關係立體的 所以一定有3D 3D攝像鏡頭 來怎樣 不這樣 連兩遍 現在就是用蘋果 蘋果說 我申請專利 申請專利 大家都在想 以以前的經驗 這個市場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好 所以今天那要漲停 本一比多少 本一比多少 六七十倍 你要不要買 我不知道 你一定不敢買 你既然不敢買 那一定有什麼好個股票可以買 這個 老師我常常在電視看你講 今天也看你在電視講 今天就馬上拉賞停 好厲害喔 拍拍手 怎麼跟我有什麼關係 跟我有什麼關係 他報紙講的 又不是我講的 他報紙講說 現階段的IPC什麼 每一家都好大方 賺錢都配很多 殖利率都5% 6% 那是龍頭啊 23995 炎黃石龍頭 所以今天漲停板 錯喔 只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我教你選股的方法 好 那很多人現在講說 我買股票一定買趨勢 對啊 炎黃石趨勢也錯喔 如果你只有看到它是高值率 不一定喔 那如果是整個族群都高值率 對於 有可能它是一個未來你選擇的方向 你要賺錢的方向 好 那你如果要賺錢的話 那我請問你 如果從工業電腦IPC來講 他跟現在人臉辨識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動動呢 風不動動你怎麼知道 不知道 然後我告訴你啊 你知道有中國管家機器人嗎 啊 啊 有沒有管家機器人 啊 啊 有沒有那個什麼 看到人的廣告就會變換的 啊 我會好興趣的 那個什麼 那是科幻電影這樣 當我走過去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你要廣告香水 他說 你連閃過去他就知道要廣告香水 搞奇怪 他有一個大數據 他有一個3C攝影感測 然後感測到你這個人 大概幾歲在幹什麼的穿著 以後我要打什麼廣告給你看 欸 對齁 蘋果有蘋果的 廣告有廣告的 對不對 啊機器人有機器人的 機器人一早上來看 他說 主人你好 為什麼很好 因為我今天起來的話 肚子餓你煮一個蛋給我吃 叫管家機器人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現在回到家裡的話 機器人說 主人你今天心情很不好 說沒有了 就高屁 就半天叫我咬魚啊 為什麼他知道 為什麼管家機器人可以知道 你3D感測嘛 人臉辨識嘛 你也知道你的 你這樣 哎唷 這幾句很難看 很難看嘛 那Sensor感測到 然後軍過運算 唉唷 知道你心情不好 所以比較疼的 懂吧 如果這樣的後來 我們就知道說 晶片誰做的 像這種 5351 晶片就像這種在做的 那如果系統呢 就像這個在做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昨天大跌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阿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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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說這個產業可以注意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整個產業 如果是對的 就有機會了 是不是 好 那如果是這樣 那請你看看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有沒有機會 做機器人的 工業4.0 去年 去年 去年賺了3.56 有 今天有沒有這樣 有 那請欣漢 有人說 你是在陣民 沒有人說欣漢 你講欣漢 當然 就像人家 如果沒有在講經驗的時候 我跟你講經驗 那是很久以前了 當沒有人跟你講 所謂驚鴻的時候 我也跟你講驚鴻 現在創破端性高了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很久以前 大家都沒有在講的時候 我告訴你 好來 為什麼告訴你欣漢 我問到的可以嗎 可以嗎 不是啦 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蘋果現在要推 它要推人臉辨識 欸 機器人要不要人臉辨識 欸 系統要不要人臉辨識 譬如說現在工業自動化 欸 遊戲要不要人臉辨識 欸 你都知道 你欸什麼 他都當然知道 所以你看看現階段的工業電腦 它運用面越來越長 因為為了什麼物聯 物聯王一起來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欸 這機也不錯 那機也不錯 這機也很好 那機也很好 那到底就是機好 到底是研發好 還是華安好 還是什麼 林華好 我也知道 到底就是機好 我也知道 在機我也說他很好 不是嗎 每個股票市場的老師 都會說 就一機在機也說很好 好啦 我跟你 我跟你講 你自己選 你一定會選 你一定會選 你一定會選股票嘛 對不對 來 那我請你 記住這一句話 林華 在去年 2014年 展開了第三次併過 第三次併過 其實說 他已經併過了三家了 林華6166 宣布以2.2億併過 德國的一個醫療 砍露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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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稱為千露士 不管啦 砍露千露沒有 我不是國學不太好 你如果喜歡唸 千露士就千露士 砍露士就砍露士 怎麼樣 他併了德國一家廠商 這有什麼了不起 華漢的董事長才了不起 他說他在每個領域都拿下第一名 郭海 鴻海集團 郭董的啦 所以華漢的目標 短期念三年 他也要擠入台灣的工業電腦 IPC的前三強 棒不棒 說大話誰也會啊 成績拿出來 真的不錯 賺了七八塊錢 今天都要成長三成 好像真的 華漢好像真的 你怎麼了不起 再來看今天很強的 台灣所有的台值50 今天漲最多的 我在電視上提醒 跟各位講的煙花 我告訴你 有嗎 有嗎 來來來 昨天我沒有跟你講這個 如果我沒有陪你一一 真的啊 2395的煙花 今天是不是所有的 台值50的成分股 裡面漲最多的 漲最兇的 是不是 是不是昨天漲停板 我叫你追的 不是 昨天是最差的 今天最強 台值50裡面 今天最強的 就是煙花 是不是 台值50成分股裡面的 成分股裡面的 漲最兇的就是煙花 來 如果講到這裡 那我告訴你 這昨天我有沒有拿給你看 如果我沒有拿給你 我沒有跟你講的話 我陪你一億 好不好 一億啊 看電視賺一億 你買不 好胖 來 然後他講什麼 董事長劉柯正講 未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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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一年至少併一個字兩個啦 這三間公平代表什麼 未來這個產業是怎麼 要重量的 吃什麼 吃小廠 為什麼 因為未來很看好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 因為今年他的什麼 股力政策 東通非常好 動輒就5% 6% 6% 這樣好不好 產業如果你要買 是不是產業買會向上的 股價就會漲 所以說你現階段在9600點 我告訴你怎麼選 你也要算啦 好來 如果這樣的話 蓮華他也要併人家 蓮華要併的嘛 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嘛 好 那華漢你要爭第一 要爭第一啊 他有可能吃下別人嘛 他之前就吃了一家了嘛 就吃了一家了嘛 那一家被他吃的 他的EPS今年都七八塊錢 本一比剩下七倍多 我們先不管 他也要吃人家 靈華也在吃人家 要吃什麼 誰會搶新他你就知道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故事 我吃就在這裡了 我做幫忙到這行東西 我夢到一個事情 如果現階段的IPC 它隨著物聯 又一個新運用的開始 又整個產業都是那麼的棒 整個的產業前行 是那麼的棒 那現階段大家都要爭第一 都要去併別人 那哪一家會被併最好 剛才我跟你講人臉辨識 那系統裡面的No.1 大概找不到第二家是誰 炎華 那炎華他現階段在工業電腦裡面 是No.1 那有誰跟他爭No.1 華漢洪海集團的 那第三家就是很會跟人家合併的是誰 6166的 令華 那這三家他本益比算一算 全部人當最小的就是這間 星漢 14倍而已 我在說的時候12倍付近 現在14倍而已 那我請問你 以所謂工業電腦現在平均本益比 大概25倍以上 那這個14倍 請問一下 去年賺3塊多 那請問這個位置可不可以買 這樣就了解了 懂了吧 很多人都說 萬德恩你真的做得不錯 我說我做得不錯 不是我現階讓他想未來10年20年的事件 我是說我做得不錯是 如果明天有開盤日我要告訴你開盤日 我們怎麼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了解說我就在說 那未來這些股票他一定有前景嘛 第一他整個產業前景是對的 第二如果人家要合併會不會找他 工業電腦 鴻海一樣耶 機器人大軍耶 那炎華現在系統No.1耶 那如果做機器人的 他的營收35%的是誰 6166的林華耶 通通要併的話 當然三家要搶一家 所以這個沒有人發現的時候 我們來這個時候 布局不是很好 本一比才14倍耶 你如果懂 那我下個階段再介紹另外一個產業 另外一個產業前景會向上的股票 給各位認識 先休息一下 我們五海無往不利 聯華國務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詢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團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國務 入會專線02-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事業 無專線02-2509-6777 2509-6777 保陸集團湯全國際 吳萬平大基地 國際海灣造鎮 江南清水別墅 千坪老樹園林 台北人最需要的江南園林生活 台北灣真實呈現 台北灣2805-9898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零用的買期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球送 憲政實施中 歡迎你回到現場 然後很多人說 還有沒有股票 來 我就寫在這邊 叫勵望欣漢再來 紅冠店 為什麼要介紹紅冠店 一樣從這檔股票說起 老師你也不叫我們買這支 當然啦 我是跟你講說 未來的USB 3.1的吃到 那如果他吃到 為什麼他吃到 時間來不及 我直接用嘴巴口述給你聽 如果USB 3.0 有三檔股票 長得很兇 至少都好幾倍起跳的 好 那第一檔是什麼 8016對不對 第二檔是什麼 想說對不對 第三檔是他 好 然後他因為他的時間問題 在USB 3.0 好 這三檔股票都會起 很厲害 很厲害 起起也開始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那今年幾乎 在去年10月同步在起漲 為什麼 USB 3.1 然後如果USB 3.1 他都通通其漲 那代表這個產業是對的喔 那電視商一定跟你講 USB 3.1 如果是IC設計 一定是這三檔跑不掉 那3035是IP 那我先不講 然後我跟你講到這裡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那Triple C呢 對 他就延伸到Triple C 那如果延伸到Triple C 那我請問你 你把它記住 如果你看到宏觀店 你看到3257 宏觀店 你看到整理到這個時候 那如果你把線圖縮小 什麼意思 代表USB 3.1 包括享受 包括預創 包括所謂的創委 這些股票通通在同一個時間 都漲上去 只有它沒有 那整理完畢嗎 幾乎整個所謂的產業 對的產業 都漲上去 只有它沒有 有人說 人家的晶炎也有興趣喔 對了 連晶炎都有漲上去 那整個USB 3.1 一直到Triple C 那接下來 如果它現階段 要快速充電的話 所有的族群都一直看到它 3257 股本5.5億 整理8個月 那所有的股票 都在10月份 去年的10月份 就是在這裡 去年的10月份 就是在這裡 這裡很多股票 USB 3.1 通通漲上來 漲很多喔 非常多喔 有的7成 有的9成喔 漲上來 只有它沒漲 而且打下來請問一下 在這個位置點是好點還是壞點 如果整個產業是對的 買什麼 你會看吧 如果會看 最後我就跟你講 有人說要念一下 結束 台港 當期 龍頭鎮 全國 風流人物 顧慮 西邊 林道士 三國 酒龍車 別 亂色 平分 勁頭 歷法 灌棋 兩千堆石 鎮 鎮如花 一時 德肖浩潔 搖上公金 當年燒狗 促假了 相提應發 玉山 冠金 膽小甘 鎮 鎮 露霏霏 顏目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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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裡我就來講 節目要結束 你就會聽了一句話 任何事情都會過去的 那你如果在這個行情 到了9600點 請你記住一句話 產業前景會向上 把時間挑對了 那有些股票在這個位置 真的值得你布局 今天的節目進行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見 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近在聯華 我們有崭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湖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屬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盤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國務 入會專線 02-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事業 如專線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近在聯華 我們有崭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湖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屬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你還記得我們那個時候錄戲